拿著保溫杯裝水是不少人日常 不過掃心保溫杯使用方式錯誤 可能會致命 開車要出去上班 撞進去人家早餐店 完全沒有煞車 結果是千中毒 想起他的保溫瓶 保溫瓶用了十幾年了 帶來給我看 那裡面千瘡百孔 腺臟科醫師洪永祥 上節目描述曾經看過的病例 一名50歲男子 長達20年都用同一個保溫杯裝咖啡 還用鋼刷清洗 讓杯子產生刮痕 溶解出千格等重金屬 因而千中毒 發生大腦皮脂萎縮等症狀 因此失智 後來因為嗆到引發吸入性肺炎 在確診後一年過世 那如果用比較粗的刷洗霧 把不鏽鋼那一層保護層刷掉的話 可能裡面的合金就會鋪漏出來 這材質很粗 用力刷的話 會把表面的保護層刷掉 要用比較細的海綿 這種比較細的海綿 清潔方式很重要 保溫杯裝什麼也是關鍵 在保溫杯裡裝豆漿牛奶等蛋白質飲品 需要在兩個小時內喝完 以免細菌滋生 另外保溫瓶最怕酸菌性液體 例如檸檬水碳酸飲料 中藥草藥茶等 千萬別裝進保溫杯內 專家也提醒 如果保溫杯抗腐蝕性材質不好 或使用太久 清洗方式錯誤產生明顯刮痕 可能會使千格溶解 長期飲用可能會造成中毒 記者彭一德兩碗於台北採訪報導 暫停 暫停